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觉得吗 这是我评测过的第二套单audio的系统 是这个大宗图锐的 我觉得这套比上次评测那个大宗CC好非常多 但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 它的这个低音还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其实你要测你的低音有没有在后面 事实上你用程小春的我爱的人 这首歌的前奏大概知道你低音有没有从后面跑出来 像我测了两台单audio的系统 都是从后面跑出来 只是这台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CC非常严重 整体来讲2ray的车我觉得它的音质 还算是不错 只是挂上这个牌子可能我期待太大 所以似乎也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好 但也不能说它差了老实讲 那我今天稍微调教了一下 这个声音特色的部分 你可以照我这样调整 高音加三格中音加三格 然后低音加一格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声音聚焦啊 也是前排再后排 不要去开它这个 左前因为听起来会很很聚焦很不舒服 然后那个Dubbit Loguker 7一定要开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买这台车的话 你可以考虑就这样子做配置 不过我不知道选配这个要多少钱 如果高配车有就 算了 如果你要另外花钱加装 要花两三万块的话 我就觉得实在是没这个价值 老实讲 我自己摸着良心说 没有到物有所知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 你如果真的是 觉得对音响很要求 想要好一点 要不想被它拆车的话 你可以选配这道音响 好不好 就这样